风雨种植有将近12公顷的大葱也是全台唯一 每年的12月底到3月是产期 不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产量略减 希望透过比赛提升大葱的品质 农会举办首届大葱评件 根据外观、特性、风味来进行评分 有20组冲农角株头衔 另外农会赶在农历年前 与日式超市合作上架单只贩售 让小家庭的餐桌也能加入大葱的美味 工作人员以专业的工具 为各组的大葱凉、葱白的长度跟宽度 台中首届的大葱评件这一天正式展开 有20组农友报名参赛 角株葱王头衔 说它的葱白 比如说它葱的直径 还有它的这个大小、颜色 一点的辛辣味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甜味 所以我们用一些很标准的设备 来去做它的甜度这样子 评审团队根据外观特性风味进行严格评分 枫园是大葱又称东京葱的唯一产地 种植面积有将近12公顷 这几年在农会的推广下市场价格不错 每公斤在百元上下 因此投入种植的农友越来越多 农历年前与日式超市攜手合作 上架单只贩售 超市下定了300箱力挺台湾农友 我们公司来出钱我们不是叫农会来出钱 就是大家要有钱出钱有利出利 那我们能够替台中做一点事 那我们替我们农民做一点事 能够让台中大家都能够还农起来 这是我们的目标 前大葱的销售的话 有在我们农会的直销部分 那超市的部分就是在芋茅屋这边 然后我们会符合现在的消费形态 在芋茅屋这边上架 我们是会做单根的包装 让还没有尝试过的消费者他可以少量的 然后先做一个尝试之后 然后慢慢来接受这一个食材 白胖的大葱香气甜度 都比一般的三星葱来得浓郁 不论是加入丼饭或是跟猪肉鸡肉来搭配 都很美味 是主妇们很容易入手的农产 大葱我们把它用低温烹调酥肥料理 它的这些流化物就会转化成甜分 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 比如说加长小炒啦 比如说原本要用到葱花的料理 我们只要把葱改成大葱 那加的时间再稍微再久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大葱进入盛产期将持续到三月 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产量锐减 目前市场价格波动不大 日本大葱在市场相当受到欢迎 民众可得要把握产机选购 让餐桌加入不同的风味 记者林佳化台中采访报道